是手動的,所以你手動一下,然後再去執行那個剛剛的東西,它會自動產生一個 最後結果的話,就是直接幫我把水泥的部分,把它抓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呢,如果你現在希望你是抓的不止水泥,因為可能在那個網路上面呢 當日行行有這麼多個,那所以呢,你需要什麼? 如果你要做批次的話,那你需要做一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就是這個名稱加上它的超連結 那它超連結怎麼產生呢?要不你就點進去啦 點進去之後的話,這邊有一個網址嘛,按右鍵複製一下 另外有個方法是什麼呢?按右鍵直接複製它的連結也可以啦 然後呢,就是到那個Excel裡面,假設你要,這邊已經下載下來了 那你就是一個對一個,一個對一個,有沒有 一個一個把它複製貼上啦 不過呢,其實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你有學過一些那個網頁的那個伺服器端的網頁程式設計 像PHP的話,PHP喔 所以其實在我部落格裡面有PHP的教學 如果你對於,因為一般以前的網頁都是靜態的 所謂的靜態就是說呢,它把它放在那邊 那資料就不能更新 可是像股市資料,可能每幾秒鐘就更新一次的話 那你總不能說你教學工程師幾秒鐘更新一次吧 所以這個時候需要寫程式自動去抓資料庫的東西把它繡在網頁上 資料庫 網頁 資料庫 網頁 這個地方怎麼樣動態 其實關鍵的技術來了 就是用這個 PHP 有沒有 OK 有沒有看到 你看Yahoo股市上面不是一個什麼什麼點PHP有沒有 那現在的動態網頁啊 不外乎就PHP啦 不外乎是什麼ASP ASP 多一個X 有新的有舊啦 如果舊的是ASP 新的是X 或者是什麼呢 它有什麼JSP啦 等等的 反正大概就是以這幾個為大宗 那買PHP的話呢 會加上MySeql 前面好像我們也講過MySeql 有沒有 實際上這個PHP加MySeql 用的其實還蠻多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自有軟體 比較沒有費用上的問題 OK 好 那也就是說 如果將來要動態的話 其他的關鍵 應該是在這裡 這個List 問號指的是後面的傳遞的參數是什麼 這個C後面應該是指的 我看應該齁 如果你打一個什麼呢 水泥應該也可以齁 這個這個地方齁 這個是亂碼 主要是應該放在那個UI 網址列上面 不過你把它改成中文的話 我不確定 如果你今天改成食品好了 如果你自己手動打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齁 它的規則都可以在自己找出一個 比較簡單的啦齁 食品 假設我今天 抓一個食品 Enter 我記得好像這樣 Enter過齁 不行 所以可能要再找一下 有沒有什麼方法 點擊它 後面 後面還有什麼 後面是不是還有個 End 還是說這邊 還是說這邊 可能再試一下 我記得後面這個齁 你可以把它改成 看食品 齁 好像是中文的 不過它有一個轉換的機制 好像 好算 沒關係 那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能就是自己再把那個 清單 複製 那這個很花時間 所以我這邊已經幫各位把那個 名稱跟網址都把它列在這裡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一鍵完成 除了水泥之外 食品 橡膠 一直幫我把它全部列在這裡的話 那該怎麼做 單次的變批次的 那這個概念跟前面很類似喔 一我先做一個股市下載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剛剛同學也做了 應該可以下載 只是時間 就是花的時間比較多 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這邊加一個批次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加一個批次 所以我們邏輯都一樣 那怎麼批次呢 如果有批次的話 你就要想到什麼 想到回圈 所以回圈的話 你就寫一個什麼 在這邊打一個 先切到這邊好了 切到那個股市的這邊 然後再去撰寫那個VBA 你可以寫一個回圈是什麼 for 先抓什麼 網址嘛 所以會變動是網址 for i 等於 第2列到 不要全部好了 先到第5列 因為我怕這個可能會跑很久 NAS 裡面的話呢 我主要是 要抓什麼呢 抓一個網址 網址的話在第幾列呢 假設我先建一個變數 叫網址 其實變數名稱也可以是 一個中文名稱 沒問題 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的 B欄的東西 所以Sales I列的B欄 OK 但是呢 因為喔 這個地方呢 我是在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因為它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所以前面再加一個序詞 第幾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 點 告訴它說 在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B欄喔 幫我抓一個網址 那抓到網址之後要做什麼呢 再跟這個配合 所以把這個底下的公式有沒有 把剛剛這一串喔 整個 搬到哪裡呢 搬到那個for回圈裡面 這搬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記得喔 把它按個TAB好了 縮排一下 下一階 OK 我們有一個網址喔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改兩個 這個網址要變更什麼 這個網址 所以喔 改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先把這裡面的網址喔 先刪掉 Delete掉 後面呢 請你空白鍵AND 串接什麼呢 把這個網址 給串過來 這個網 因為它抓到這個網址對不對 幫它放在這裡 記得後面也要空一個 因為這個底線指的是跟下面是接在一起的 所以空白底線這個固定喔 OK喔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把它串在後面 那它會先抓什麼 第一個網址 先抓到第一個網址之後 把這個網址 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再放到這裡 然後 放在A1 換下一個 可是問題下一個食品 它還在A1的話會怎麼樣 會蓋掉 所以怎麼辦呢 我要偵測 最下面一列 這個地方就是第二個關鍵 第一個是網址這個比較簡單 第二個是說呢 我要怎麼動態變更 那所以這個邏輯喔 可能需要有兩個 一個是 如果它本來裡面都空的 沒有東西的話 那我就第一 從Range A1開始 可是如果不是 裡面不是空的 有東西了 那我就從偵測到的 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 再加1 再加1 因為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寫一個那個回圈 寫一個那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要怎麼寫 基本上呢 這個剛剛跟前面 我們寫過的差不多 我們就把它寫在哪裡呢 其實寫在這個上面好了 先當先寫完之後 再把這個丟到這邊 那寫的方法就是一個邏輯嘛 異覆 異覆什麼呢 如果說 假如工作表裡面呢 現在是空的 等一下 跑掉 再一次喔 把它切過來這邊 OK好 那邏輯是如果裡面是空的 假設第一種情況是 這邊沒有東西 那空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寫一個if 如果什麼呢 我習慣是 Range A1 用A1當成是偵測的 這個基準 假設A1裡面都沒有的話 那 表示什麼呢 表示它這個應該完全都沒資料 好 當然還有其他邏輯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那 else 反之 enter兩下 endif 那這邊的話 如果說 它A1裡面是空的話 那我的R 假設 R就列 等於1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的話 一樣是從A1 幫我向下追蹤 Range A1點什麼 點end 這個好像前面用蠻多的 我現在蠻喜歡用這個 然後 點Raw 記得把它加1 因為如果沒有加1 就會蓋掉它最下面那一列了 OK 對 R 這邊加個R R等於 就是 把偵測到的加1列之後 再放在R 如果裡面是空的 就從第一列開始 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是再往下 最後這邊呢 把這個E delete掉 改成什麼呢 空格 and 空格 R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寫法吧 不過寫完之後 也不保證一定對 很簡單邏輯就改兩個地方 而且這些東西應該跟前面我想也沒有太大的差異 只是要一次寫對不太容易 好 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把E 把那個上面的股市下載 複製貼上加一個P次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2到 不一定要最下面 我們先跑個5 不然跑太久了 好 然後呢 先去抓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 第一個工作表裡面的B欄 就是它放在網址裡面 再來是去那個什麼呢 抓它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處理什麼 處理一個是什麼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什麼 抓那個網址 所以這個是1 第二個的話呢 是 什麼 將來那個輸出的位置 所以是什麼呢 就是 下載 後的 列 反正 大概這樣看得懂就好了 OK 好 這樣這個邏輯判斷 兩個問題 再來就是測試 測試的話呢 我們來開個新的工作表 試一下 因為 有的時候不保證說一次就全部做到位 不過 應該 大家八九不離十吧 我們試一下 按F8 先抓到是不是一個網址 欸 是啦 反正就是水泥的網址 然後 A1 是不是空的 是 那所以R等於1 OK R等於1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放在那個 Range的A 這個地方就會A1 所以1 A1 OK 穿在一起 然後網址給它 理論上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Refresh 更新一下 它就會去抓什麼 抓 第一個水泥的 那後面都一樣 再來的話呢 抓10坪 好 抓10坪 我抓的實在有點慢喔 這個 這個可能 OK 還沒下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 所以最多啦 你就大概抓5個就好了 而且之前還發生過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因為 大家都去抓Yahoo股市 因為這邊太多電腦 同時抓 後來好像 就是 Yahoo股市 server那邊 就把我們這個IP位置 把它封鎖了 所以後來好像有遇到就是說 要想抓後面的資料 就抓不到了 因為全部都被封鎖了 除非說你用自己的手機連線 然後用自己的手機連線 就OK了 所以 特別注意啊 如果你 太經常的一直不斷在抓人家的資料的話 欸 不過好像這會有一個問題喔 刪掉A欄 因為刪掉A欄的話 那他A欄就會怎麼樣 就不見了 欸 那就會有錯喔 所以一直被刪掉A欄 所以這一行可能要 要稍微改一下 理論上這樣的寫法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 欸 下來了有沒有 它便在這裡 股票代號 刪掉 所以這個可能 這個可能沒辦法 好 這一行可能要把它 隱藏掉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總共我剛剛改了三個東西 把 單次的 那個下載 變成P次的下載 然後 增加了一個回圈 去抓它的那個網址 還有就是 變動它的列 在這個地方抓它的網址 再去抓到它現在所在的那個列 那這個地方 我們把A改成B好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有選擇嘛 選擇對不對 選擇 那 欸 將來這個會刪 這個裡面如果你用這個來向下追蹤 一定會抓不到 所以我們用B 所以假設用把它改成B欄 B1如果空的 或者B1向下追蹤 那這樣的話 追蹤應該沒問題 最後一樣自動欄關 另外呢 那個刪除的部分有沒有 最後再刪 所以把它移到 所有跑完之後 再把那個 這個A欄給刪除 否則的話你一刪掉 它會像剛剛一樣 我一直刪 最後變沒有資料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讓它一直往下跑 那它會一直往下追 所以這邊的話已經 I的話已經是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然後基本上是第五個 紡織了 所以它一樣會追蹤到哪一個呢 最下面 56 所以你會發現56加1 57有沒有 它會貼到這邊來 那所以網址變更成紡織 然後一樣去抓 抓完之後呢 它自動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幫我把它放在57的地方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樣自動調整欄關 不過自動調整欄關 其實也可以把它搬到外面 因為最後一次再重新 不然每一次都調整 好像沒有必要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就讓它跑 跑完之後它57就出來了 不過實在是會等的比較久 OK 那下來了 然後再 NAS 直到沒有 那沒有的話呢 我看乾脆這個把它講 放外面好了 放外面好像比較符合邏輯 就是說 先把那個A欄給刪掉 然後呢 再去自動調欄關 這樣好像比較合理一點點 不過另外可能會有同學會問 就是延伸性的 反正大家做完之後一定會 一定會問說 老師這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有這個 有這個 有沒有 那其實只要留下第一個就好了 上面這些 假如我不要的話 不要 可是又沒有辦法分割 好 那算了 先留下來好了 如果你要分割的話 你就是自己再找一個方式把它刪 刪除列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把A欄刪掉 有沒有 然後自動調欄寬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可以一次 全部把一個類股 一個類股 自動一個一個幫我把它整個下載下來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把這邊給試試看好了 那其實網路上有太多這種東西 尤其像現在開放資料越來越盛行 所以像我最近好像又上到一個什麼 像有同學很喜歡 買樂透啦 因為他希望買個希望嘛 然後所以他很希望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們算名牌 他大樂透 其實我之前是有教那個大樂透的 那個什麼呢 他的 算是算他的 統計哪一個數字出現的機率最高 但是我不負責說 我又不是說 不負責說 那只是跟你講 如果你要找那個像大樂透啦 或者什麼樂透財啊 什麼五星財一堆財有沒有 因為這些開講的紀錄都是公開的 所以你只要找什麼大樂透歷史 他這邊有個什麼呢 樂透雲 這個好像是有人特別去用ASP寫了這東西 那你會發現喔 他會把大樂透裡面歷史資料 全部都放這邊 那總共會有1到48個page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1到48個page呢 全部用剛剛的邏輯抓下來 其實也相當的簡單 怎麼說呢 一你先找大樂透歷史 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上面不是有網址 那他的網址邏輯喔 那他的網址邏輯喔 你會發現喔 只有這個數字會變 你如果點1 他這個變1 如果你點2 這個變2 那如果你要把他全部抓下來的話 其實只要利用剛剛的邏輯喔 很快就可以把大樂透 全部的東西 通通抓下來 不過我發現抓這個很快 你們也可以改改看 那個找那個大樂透歷史 啊除了大樂透之外有沒有 六合彩 金彩 539 威力彩 有沒有 這麼多喔 其實如果你要全部抓喔 假如你要練習的話 非常簡單 也可以試試看喔 大樂透 抓的方法都一樣 有沒有 找規則 1先點第一個 啊你會發現喔 這個其實更簡單 根本也不要王子變更 就跑一個回圈就好 for i 等於1到48 然後怎麼樣呢 把這個 第一個王子就是這個改1 第二個王子就是這個改2 所以只要有一個 數字變更的變數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 把往下放在哪個位置 他就全部幫你放進來了 好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